大家好,我是简庄18记者黄尤丽 今天我们来到了数字孤儿院 相信大家还记得就在今年的6月底的时候 孤儿院爆发疫情,院长切诊新冠之后 80多名的孤儿陷入了断粮困境 两个月之后,孤儿院重新开放 孩子们恢复了新的常态 今天是8月31日 简华里市总会常务副会长方畅成将军 带领在简庄织企业还有商协会代表 前来看望孤儿院的孩子们 他们也带来了许多物资 当中包括1400万钱币的捐款 以及一些食品和日用品 方向陈将军表示 在简庄织企业在这里经商 他们乐于回馈柬埔寨 然后去帮助更多的简庄织群体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尤其是各位领导 各位执行会长 能够今天到这里来 就是说他们中国人也是非常爱简庄织债 所以他们住在简庄织债 他们起义是会 就赞助于是会 所以非常感谢他们 谢谢 谢谢 最高的高峰,最高的高峰,最高的高峰,最高的高峰。